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描袖主要是来自古人的纹身 纹身它的鉴别就是你是哪一族哪一族的人 再然后从纹身就可以变成一些欣赏品 我们已经有一句话就是无花不成衣 没有花就不算衣服 你做女人的话一定要有花 其实我们苗族没有文字 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苗歌传递我们老祖辈留下的东西 苗绪也是它不是差它是用秀来记录 现在我们在条线描述的时候老人家还跟我们说 孩子呀不要忘记我们从外面来的一定要记住我们回家的路 从这里回去回去就到黄河上面去了 一定要找到回家的路 我们在西库九花边左花边和右花边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不偏心 外怎么走它就是要平等的 就是底下我们苗族热爱和平 不喜欢战争 就原来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苗语是天初 苗绣就是语言 苗妆是故事 因为当母亲她是她女儿了 她就要把她所有的寄托所有的画了全部绣在佛桌上面 然后就给女儿了做新娘装 她们不是一样 就带着自己 现在我又给我女儿做了 现在我又给我女儿做了 好 好 他要没有 太 apt了 她没错 她还没错 她会拆不下 来 沙梦